柯主席說一句話 我跟人家很簡單 吃醋味 就說我跟別人 柯主民責的主席 你的根本最上是一個 到底有要帶有要帶也要說清楚 不然要帶有要帶就用兩個一個方釋 所以我還沒跟柯主席 異名說的事情一講 這個 主席就已經有跟柯主席說過了 最重要 這個 藍白合作 是要讓我們的 各自的支持者 能夠再投入一張選擇 都能夠聯合在一起 它不是一個淘汰賽 這才是由政黨合作 最重要的基礎 可不是說一句話 我跟人家很簡單 吃醋味 是說我跟別人 不應該用這種 好像下最後通牒 這樣就要 一天之內回復 感覺上就好像大黨 在打壓小黨 更明白講 這簡直就像逼分 我們主席 如果是沒人的話 我算 要結婚的當事人 要結婚的當事人 兩個當事人 叫別人說這件事 說完了 所以我們兩個人 來講一些事情 也是應該的 說這些事情 其實也補幾個次了 想要用 就是 他提出前名料 要去一間多少 柯文財主席 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月底是錢 我跟你講 我們不分區還是要處理 副總統還是要處理 你總不能到1月19號 跟我說好像破局 然後一個晚上去找副總統 我問你 我們12月15號 要結婚 就是11月15號 憑金 和程序 跟法律 算算就像這幾天而已 到底要威娃娃娃娃娃嗎 也要說不清楚 不威娃娃娃娃娃 就用兩個一個方式嘛 我去問個人 柯文財主席 你的幾分帝上是指握 你也要問清楚 不然我們要在那裡說偏見偏義 你這出來怕 聯合內閣有這麼的經驗 這麼的用 如果這個主聯合內閣 國民黨一定是最大的主力 主要的力量 不是主力 是主力 最主要的力量 但是我也認為 我也明白講 也不需要說一個政府上來 把所有另外一黨 一個都不准他進來 這也不對 那是國民黨 有一些民眾黨 但是你不能說整個政府裡面 一個民進黨都沒有 不准他進來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健康的政治 這就是教育 你快說 看要怎麼做 你快說說 我今天你如果不說 你今天不跟我說 到底是不是在討我 不會討我 你也要說清楚 今天是說這個10月底 這前民調到 10月底就是 差不多 10月半 我你們說的都 啊 開放式出權 10月底差不多了 所以 這時間不是我今天 真的一天都會說 今天如果比全民調的話 我要贏過 活有20%的 沒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是比這種 開放式出權你知道 投票的時候 設在國民黨的民眾服務處 設73個 然後他們有造冊有動員 在那個開放式出權 他要贏過我60% 非常容易 我只是說不贊成你 用這個方式 大家一看 就知道 不公平 沒關係啦 騙人騙人 說不好吃的時候 就進入另外一個程序 我們就沒有 就另外一個程序 叫做政黨學生 可以大家結婚成功 我的職業做形容 結社行民 都是好事 我們要設立聯合類的 比較健康的運動 那也是出國大家的期待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 可以討論合作啦 也沒有說不能合作嘛 要坐下來談 也不是不可以啦 我們本來就沒有說 我們一定不跟你談 絕對沒有逼婚啦 因為所有的婚期也都講好了 很多方式都講好 最多碰到一些細節而已 就是新郎新娘 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或柯文哲跟侯友宜 這個是兩情相約 一定要在同一個選票 現在的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啦 現在就是典型的叫做 婚前徵後群啦 婚前徵後群啦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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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